研究了近30年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一项怎样的伟大工程 一起来了解一下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主要设想就是利用渤海海峡 从山东蓬莱、金长岛至大连旅顺 建设公路和铁路结合的跨越渤海的直达快捷通道 将有缺口的C型交通变成四通八达的环形交通 进而形成中矿五国南北的东部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始于1992年 从所周知 目前连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两个半岛的交通方式 主要是环渤海、铁路运输和烟大水路运输 渤海是中国最大的内海 环绕一圈 耗时耗率 而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一旦建成 将现有的绕行山海关道铁路运输 由1500多公里 缩动为跨海通道的100多公里 烟大水路运输由6到8个小时 缩动为1个小时 进而形成中矿五国南北 从黑龙江到海南的东部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设想中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基本情况 从山东蓬莱、金长岛至辽宁旅顺 最短距离为56海里 平均水深约为25米 最大水深约86米 中间要穿越妙岛群岛 妙岛群岛32个岛屿 呈东北西南走向 位于渤海海峡的中部和南部 如果采用隧道方案 整条隧道全长123公里 隧道内将由动车执行运输任务 火车设计时数为250公里 运行速度能达到220公里每小时 隧道建成以后将远超日本清寒海底隧道 成为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 届时从青岛 经烟台到大连只需要将自己的座驾 在蓬莱开到火车上 然后就可以与爱车一起乘着火车 到大连 根据设计时数最多是需要40分钟 而烟台大连作为跨海通道的南北端点 也将是最直接的受益主体 两个城市均为山东 辽宁两个省的经济中心城市 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较强 且具有相似的资源 人文 风俗习惯等等 亲缘关系也比较深 通道的建设直接密切了 两个省份的经济交流与联系 为两省的合作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跨海通道将两大半岛实现到串联 环渤海经济圈也实现到南北对接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辽宗南城市群 融合在同一个经济圈以内 这项伟大工程 期待早日能够建成 好的 谢谢大家